大家好,我是戴萌兔 感谢收看最新一期的最速开封 那么本期节目要来给大家猜的就是 就是他了 这个的话呢,是什么呢? 是万代公司全新推出的一款 高达SD高达的一款 怎么说,Q版的核弹吧 之前在这一款之前的话呢 大家比较知道的,比较著名的两款 就是比较高达的SDQ版系列的一些个核弹的话呢 比较著名的是两个系列 一个的话呢,是叫这个什么什么什么Dash系列 是一个扭蛋,扭蛋系列 是一个大概三头身的一个扭蛋系列 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个FW系列 FW系列的话呢也是一个核弹的系列 是大概是四头身的一个样子 但是这个FW系列也好 这个扭蛋系列也好啊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缺陷 比方说涂装太过粗糙啊 或者说是这个细节刻画太过肉 像这个扭蛋的话呢 因为它全身都是用这种软胶材质制成的 所以说在打开买来的时候啊 它的身上的各个部件的变形非常严重 特别是个天性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弯的 你后期都要进行一些一个这个整形啊什么的 非常的麻烦 然后FW系列的话呢 它的涂装呢又非常的这个不进入人意吧 经常会有那种出街啊什么的情况 只能远观不能够近看 然后呢终于呢在2月21日这一天啊 万代为我们带了一个全新的系列 这个系列的话呢主打的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更好的细节 然后更好的涂装 它这个取名的话呢叫做了FWSD Gundam NEO 是完全一个全新的系列 这个的话是第一弹 第一弹的话呢是有六个 还是先从这个包装开始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包装的话呢和核弹的这个包装啊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都是一个黑黑的包装 然后这次的话呢上面会有一个六个高达 X啊独角兽啊什么什么什么 总共有六个 但这一盒的话呢却是一个十个包装 也就是说当中会有四个是重复的 OK那么我们开始把这个包装打开来 看一看里面的情况如何吧 哦掀开之后啊 这里面装着呢就是一个 外面是黑的里面竟然是白的 我们先把这个包装全部都拿出来吧 OK我们先把这个空盒子呢 先扔到一边去 然后看一看这次我买到的这一个这一套里面重复的是谁 是一个独角兽一个X啊 然后还有谁重复的一个元祖是重复的 还有一个这个是TR6是重复的 OK我们先把重复的放到一边去 这个重复的话怎么办呢 多着也没什么用 我们就做福利送给观众朋友吧 怎么送我们最后再来说好吗 先放到一边 因为这次的话呢可以看到啊包装上面的话呢就已经把那个内部的情况是哪一个都已经是知道的 所以说并没有像之前可以来抽个奖啊 然后来看看脸来送这个奖品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不用这个方式了 我们来换一个抽奖的方式 据怎样换的话我还没有想好 等最后视频最后我们再来想一个比较有趣好玩的方式来把这个重复的四个送给观众朋友作为奖品好吗 OK那我们还是先从这个包装开始看起 这次包装的话可以看到是123456前面的第一弹的话呢是有编号 编号的话呢是写在了这个包装盒的左上角 01号的话呢是Xia 不愧是今年0010周年啊 所以说他把这个第一号给了Xia OK那我们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来这个把它开看里面的质量 到底有没有官方吹的那么好吧 OK我们来把这个内包也拆开来看一看吧 Xia的话呢可以看到他把它分成了一个四个部件 一个本体加上一个它的天线 然后盾牌和它的武器 这次它这个系列它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它采用的材料呢都是并没有采用那种软胶材料了 而采用的全都是ABS的那种非常硬质的材料 这样子的话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它的这个天线可以做的非常的尖锐 然后也不会变形 包括这个食物拿在手上之后啊 确实是非常的尖锐啊 而且也没有变形 然后它这个系列的另外一个这个卖点的话呢 就是说它采用了很多透明件 可以看到这个太阳炉的这个头边上 还有它的眼睛的地方 还有太阳炉的地方 它都是采用了一个这个透明件 来进行一个造型的还原的 所以说对质感的表现上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吧 然后大家还可以再可以仔细看一看 它的这个眼睛的内部 它眼睛的内部呢其实是做出来是有纹理的 在透明件的内部是有内构纹理的 OK 我们先把它装上去吧 OK 全部装完之后可以看到这个还是非常的Q的 采用的是一个二头身 这个比例的话呢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 头最大的一个比例了 这些的DASH系列的话呢头都没有这么大 FW系列的话呢更加就是一个 这个头的话呢可能更加就那个一点了 然后三个放在一块对比的话呢可以看到 这次全新的系列是最矮胖 最最短小的一个比例了吧 然后进行一个头部的话呢会有一个可动 然后它是一个直接插进去的 所以说就可以拔出来 看到这个系列不知道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突然间想到了我小时候 在学校门口的那个扭蛋机 一元钱丢进去 然后可以扭一个扭蛋机 转出来一个一元一元钱一个吧 那个时候还是用橡皮做的 是没有任何涂装颜色的 是黄颜色的那种小的一个Q版的高达 那个时候真的是像宝一样的 然后这次的话呢可以看到全新的系列 它的这个整个的锐度确实是会比之前的要高出很多 它肩膀这边的刻画还有一些一个它细节的描写 描写刻画都还原都是非常不错的 腿部的话呢就没有任何的可动了 直接就是腰腰部下面就是脚了 没有任何的腿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是2号002号是独角兽 独角兽还是一个毁灭者形态的独角兽 这个独角兽吧 因为它的机设就比较大 所以说它这个在模型的还原上呢 也会要比之前的X要大出好多 大出好多好多 售价相同的话买这个独角兽绝对划算 用料足啊 我们把这个独角兽也打开组装一下 哎 这个组装太浪费时间了 我们直接拆开来之后一起组装吧 OK 那么转眼之间呢 这个六台就全部都装完了 在装的过程当中吧 其实我感觉啊 它其实吹就是实物做的 其实也并没有像这个官图上吹的 那么好啊 就拿这个圆祖来做一个这个例子吧 这个找一个官图哈 这是官图 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实物 然后官图的话呢 它在这个眼部的地方 用力一点渲染或者怎么样 看上去的话呢会确实是挺不错的 然后其实买到实物之后啊 并不会啊 然后眼睛内部的话 它虽然说是有一些细节 但是那个细节 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太喜欢啊 我觉得挺鬼畜的当中 啥那种那种线条 一条一条的特别多 然后再加上这边的话呢 它这个头啊 天线这边的细节 其实有但是还是比较的肉吧 并没有像这个官图的这么尖锐 这个官图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说我很我很惊讶 哇塞做的这么赞 但其实实物拿到之后啊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好吧 包括这边盾牌这里的涂装的话呢 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出界的现象 那这边的话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个 比较明显的这个水口的情况出现 比方说像这两个独眼的这个后面 你看这里会有个非常明显的水口 然后包括这个脸部的话呢 还是有的地方还是比较肉的吧 但尖锐的地方还是比较尖锐 然后有的地方比较肉 只能说怎么说呢 只能说这个系列的话 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它不用去猜了 买盒单的话呢 它直接就把这个内容物的话 就放在盒子上 直接去挑你自己喜欢的买就可以了 而且这次我发现了一点就是 外带比较人性化的地方呢 就是在一盒10个当中 它4个重复的呢 都是相对于比较有人气的4个 它重复了 这两个没人气的独眼呢 它就它就只放了一个 这点的话呢还算是比较好的话 也就是说你去店里买的话 基本上只要你需要应该都能买得到 只要去挑一个就可以了 这一个售价的话 大概是在375日元的样子 价格的话也并不是特别的贵 然后之前的话FW的话 大概是在500左右 4500的样子 然后DASH的扭蛋系列的话 大概是300日元一次 所以说定价方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吧 然后质量对比于它的定价来说的话 其实应该算是可以吧 只能说可以 也没有非常好 只能说可以 妈妈呼呼 我觉得是在我能接受可以买的范围 不会像之前第二弹的头像一样 我买了我就不想再买了 估计也没有第三弹了 OK那么这个全新的SD扭蛋系列的话 就简单的看到这里吧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最速开封的全部内容了 这次东西的话没有太大的惊喜 也没有太大的失望 只能说可以买 总体来说的话是过了及格线 将来的话应该我也会去买 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系列 从第一弹开始买的话 将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系列 如果它能够持续坚持下去的话 第二弹第三弹坚持下去的话 最后就要来公布重复的四盒该怎么送了 然后我在之前录这段视频的时候 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才能够最公平 然后最有趣的 然后把这四盒送出去 最后我决定采用的是一个 怎么说近猜吧 就是本条视频在B站的收藏树 注意是收藏树 一周的时间今天是3月4日到3月12日 到3月12日的北京时间18点整 在18点整的那个时候 以我的电脑上的截图为准 以那一个瞬间的视频的收藏数 收藏数被收藏的数量 来作为一个抽奖的标准 大家的话只要进行一个竞猜就可以了 在评论区当中留下 你觉得是一个数字最后两位数 比方说举个例子 比方说有100个收藏的话就是00 最后两位数就是00 比方说有232个的话就是32 每个人可以猜两个数字 但只能回一楼不能够刷楼 注意是收藏的最后两位数 先猜中的那一个小伙伴送出四合 最多的话送出四位 如果只有一位的话 就把四合全送给那一位小伙伴 好吗 注意截止时间的话是在3月的10日 就是在最后结局开奖前的两天之前 3月10日 3月10日的凌晨24点截止 在那之前回复都有效 在那之后回复的话就无效了 好吗 3月10日记住日期 运气好的话也可能一个人会有四合 如果有五六个或者是超过四位小伙伴猜中的话 就送给前四位小伙伴一人一合 随机送我也不知道是谁谁也没有开过封 OK那么就这样 如果喜欢最速开封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关注按钮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非常欢迎 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们 来刷一刷这个收藏数 对不对收藏数 因为这次的收藏数的话 是一个抽奖的依据 好了那就是这样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